这个女人被母亲扶到了医院 看母亲如此着急 医生赶紧问怎么了 母亲说女儿回家后 上吐下泻的 医生赶紧给她进行检查 看女人十分痛苦 医生问她昨晚吃的什么 女人痛苦的说火锅 医生认为她是吃了外面不干净的东西 导致了急性中毒菌力 让她先住院观察一下 就在去病房的路上 女人突然感觉不行了 这时她还不忘记自己的朋友 让他们也赶紧去医院 说完便倒了下去 当场死亡 推理没有高下之分 因为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大家好 我是谭叔 周队等人还在为警局运动会 拿到了好名词 而感到高兴 警员于长路急忙走了进来 在寒暄了几句后 她告诉周队 发生了一起命案 死者是名年轻女子 经过留法医鉴定 是中毒死亡 周队赶紧叫人去留法医那边 警员雨亮想要一起去 却被周队拦住了 她的主要任务是训练 下次比赛 要拿第一名 刘法医告诉周队等人 死者名叫肖凯玲 今年25岁 是财茂学校的老师 据她的母亲说 5号那天 她和两个朋友去吃火锅 回来后就上吐下泻 母亲赶紧送她去医院 医生初步诊断为 急性中毒菌理 就在去病房的路上 倒地身亡 将女儿的尸体 送到殡仪馆后 母亲想要打电话 关心一下她的两个朋友 却得知 女儿的朋友们 一点事情都没有 这让母亲对女儿的死 产生了怀疑 于是报了警 周队问刘法医 女人中了什么毒 刘法医也不确定 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 急性中毒菌理的症状 不会出现了这么快 从口腔到体内 再到被消化吸收 需要一个过程 经过这段过程 才会出现呕吐的症状 可是萧凯玲回家一小时 就上吐下泻 第二点 急性中毒菌理 一般发生在夏秋凉剂 但是现在才春天 这种病不常见 所以自己对她 进行了病例切片检验 结果显示 萧凯玲的确中毒了 只有毒物的作用 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但是目前 刘法医只能把毒物 划定在生物碱的范畴内 周队说 中毒无非三种情况 自杀 他杀 物食 显然自杀肯定不是 要不然也不会去医院 物食的可能性也很小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 他傻 刘法医告诉周队 调查时 一定要把重点 放在萧凯玲吃过的食物上 周队询问了 萧凯玲吃的火锅店 然后让警员们分头调查 警员于长璐来到了火锅店 对店里的所有食材 进行了取样 好家则来到了 萧凯玲母亲家 对那天她吃过的东西 进行了收集 在调查时 好家从萧凯玲的钱包里 发现了一张出租车车票 收集完后 周队把东西都给刘法医搬了过来 看着这么多东西 刘法医也有些无可奈何 周队拿着几道东西告诉她 她的主攻方向就是这些 其他的都是预备的 为了不让他们打扰自己工作 刘法医将他们轰了出去 另一边好家开始询问萧凯玲的母亲 问她萧凯玲有没有男朋友 萧母说有 叫谢小强在电视台工作 目前在上海出差 下个月两人就要定亲了 现在她还不知道萧凯玲的事情 好家又问萧凯玲和谁有仇美 萧母赶紧说没有 自己孩子单纯善良 好家让萧母将那晚的事情详细地告诉自己 萧母说那晚六点突然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自己的女儿 女儿告诉她 今天自己和朋友姚磊和黄玉红 一起去吃火锅了 就在母女俩聊得正开心的时候 萧凯玲突然感觉肚子痛 就去了厕所 可是越来越严重 母亲赶紧送她去医院 路上女儿告诉自己 三人吃完火锅后 她就和姚磊上了出租车 姚磊离家近先下了车 好家问她萧凯玲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萧母说黄玉红是卫生局的 姚磊是贸易公司的出纳 他们三人是高中同学 关系一直很好 另一边 刘法医在敖战三天三夜后 终于发现了线索 萧凯玲喝的饮料上 有一个针孔被口香糖给挡住了 凶手就是用注射器 把毒药从这里打进去的 经过化验 刘法医在萧凯玲的血液中 发现了一种生物碱 名字十分奇特 叫秋水仙碱 这种毒十分少见 而且喝到嘴里有一股异味 但是掺到这种发苦的橙汁里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听到这个名字 周队觉得挺阴柔的 刘法医接着说 这种药十分少见 如果把它当作毒来杀人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如果不注意 死者很有可能被当成 正常的急性中毒菌力患者 周队赶紧问这种药物 哪里能够得到 刘法医告诉他 一个是制药厂 一个是毒烟所 其他地方不可能有 得到线索后 于长璐来到了姚磊这里调查 问他那天喝的橙汁是哪买的 姚磊告诉他 是黄玉红在小卖部买的 长璐又问他 那天从火锅店出来后的情况 姚磊回忆说 那天他们都喝了些酒 三人聊了几句后 黄玉红提出要去买饮料 买回来后 黄玉红就走了 他和萧凯琳就打车离开了 至于萧凯琳有没有去其他地方 他就不知道了 但是他吃的火锅和橙汁 绝对没有问题 周队则来到了卫生局 调查黄玉红 问他橙汁是哪买的 黄玉红说 就是火锅店对面的小卖部 姚磊和萧凯琳看着他买的 周队又问他 三人之间平时有什么不愉快吗 黄玉红说没有 他们三个人之间关系一直很好 但是两年前 有件事让姚磊和萧凯琳闹过矛盾 周队见他不想说 问他 你不想知道自己朋友死亡的真相吗 黄玉红这才开口 两年前 姚磊和萧凯琳同时爱上了一个男人 可那个男人选择了萧凯琳 而且他们还决定下个月定亲 没错 那个男人就是谢小强 当时姚磊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跟萧凯琳来往 周队问他 两人订婚后 姚磊有什么反应吗 黄玉红说 没看出来 但是最近感觉 他有些失落 姚磊至今没有男朋友 他的性格比较内向 如果他还爱着谢小强 那么他不会跟任何人说 另一边 好家拿着发现的出租车发票 来到了交通局调查 他将发票给那个司机看 问他那天 你拉这趟活的时候 车里都有什么人 男人自己回想了一下 说上车的是两个美女 当时坐在前面的姑娘一上车 就从包里拿出50块钱拍在车上 突然后面的女人说 橙汁很苦 前面的女人就跟他交换了橙汁 两人还嘻嘻哈哈的聊天 不一会儿 后面的女人就下车走了 然后自己就把剩下的女人送到了龙华小区 好家问完后 接到了周队的电话 立刻赶了过去 大家开始分享自己调查的线索 长路说 据小卖部老板回忆 那天确实有个女的去他那买了三盒橙汁 从表面上看 黄玉红说的话没错 可是问题出现了 就出现在橙汁上 小卖部进货 卖的橙汁都是有生产编号的 长路拿着萧凯玲喝过的橙汁去对比 发现 这盒橙汁的生产编号和小卖部的完全不一样 这就说明 他的这盒橙汁不是从小卖部买的 而是被人掉了包 也就是说嫌疑人只有可能是姚磊或者黄玉红 要么就是黄玉红在买的时候掉了包 要么就是姚磊在车上把饮料换了 好家也从司机那儿了解到 他们确实在出租车上换过橙汁 姚磊说他的那盒太苦了 萧凯玲就主动跟他换了 再加上周队调查的 姚磊和萧凯玲曾经同时喜欢过谢小强 可最后谢小强选择了萧凯玲 种种线索表明姚磊具有杀人动机 但没有证据 就算知道凶手是谁 周队也没有办法抓人 他让长路策划一个审问方案 让雨亮去制药厂和读研所 问问秋水仙减的管理情况 目前要好好合计一下该如何审问姚磊 次日周队就把姚磊叫到了警局 长路告诉他 你在出租车上跟萧凯玲交换过橙汁 姚磊很奇怪 这能说明什么 看着两人的眼神 姚磊吃惊的说 难道你们认为是我杀了萧凯玲吗 就因为我曾经爱上过谢小强 现在就成了我的罪过吗 他告诉长路和好家 我是不会杀害萧凯玲的 黄玉红也不会 有时候同性之间的友谊 能够超过爱情 可不管两人怎么审问姚磊 他都说不是自己杀了萧凯玲 自己是冤枉的 两人把审问的情况告诉了周队 周队开始怀疑起黄玉红来 如果他在买橙汁的时候 趁机调包 然后再把橙汁给萧凯玲 突然周队想通了 内核橙汁不是给了萧凯玲 而是给了姚磊 好家说 如果黄玉红是凶手的话 那么他要杀害的人是姚磊 可是动机又是什么呢 周队亲自来审问姚磊 说黄玉红告诉我们 你有杀害萧凯玲的动机 这让姚磊的情绪有了变化 捡激将法有效果 周队赶紧说 黄玉红说自己跟你有仇 这让姚磊很生气 说出了一个秘密 他从公司的账上 借了32万 给黄玉红去炒股 这一下打开了新的思路 周队问他 你把公司的钱借给黄玉红 公司知道吗 你跟他要过钱吗 姚磊说公司下个月要查账 他答应自己在这个月底 把所有钱都还上 说到这儿 姚磊停住了 吃惊的捂住嘴巴 另一边 雨亮也有了发现 工作人员告诉他 他有个同学 说父亲生病 需要秋水先捡 而这个同学 就是黄玉红 有了证据 周队立刻带人来到卫生局抓人 黄玉红看到他们后 赶紧坐电梯上了顶层 周队等人也一路追赶 而黄玉红 已经站在了天台 他告诉姚磊 钱全都没了 自己对不起他 对不起萧凯琳 说完便跳了下去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因为钱的问题 就要毒杀了自己的好朋友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恐怖了 既然是朋友 遇到麻烦就应该说出来 再大的困难也会过去的 这也告诉我们 交友要谨慎 有些只是表面朋友 遇到事就跑了 而有些是真心的朋友 有任何困难 他都会帮助你 我是谭叔 关注我 带你观看更多的犯罪悬疑片